大家好,我是阿卡 今天要替大家介紹的是日式野山三明治 那首先剛開始我們會先來煮水煮蛋 水煮蛋的做法呢 建議大家用冷水開始煮 先把蛋放在鍋子裡之後再來加水 攪拌主要是要讓蛋黃在中間 到手摸的時候已經覺得有點燙了 快要不能放進去 那就大概是60度 好,水滾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轉小火 然後5分鐘,計時5分鐘 待會再把它關起來,放10分鐘 這樣蛋就可以了 豬排的部分呢,這一塊大概是80公克 那我今天用的是那個梅花肉 你要用小禮機、大禮機都可以 那因為這個肉的形狀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用蝴蝶刀的方式 把它切開來 然後肉切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調味 就一點鹽巴 然後胡椒也是看個人喜好 你喜歡黑的或白的 然後我們這個可以來 切高麗菜 然後就切一些絲 這個三明治用的也不多 就把它泡在深淵水裡面 大概可以泡個15分鐘左右 讓它吸水 那接下來就是要來做三溫暖的動作 就是上它的蜜 先麵粉 然後蛋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炸這個豬排 那 基本上 可以不用等它溫度上來 就是在它冷的時候 就下去 大家可能過去比較習慣用熱鍋、熱油 那 可以嘗試一箱冷鍋、冷油開始 因為你不要讓它瞬間溫度變化太大 它不會縮得很厲害 那原則上是要看它的顏色 所以 兩面顏色差不多之後 最後 你可以 我再稍微加大 把油閉一下 好 讓它油溫稍微上來 拿出來的時候 一方面吸油 二來是它的餘溫會繼續蓬根下去 不要馬上切它 其實跟牛排很像 牛排也是剛煎熬的時候 不要馬上切大 起碼放個五分鐘 讓它溫度均勻 對 好 然後冰鎮完的蛋呢 溫度都降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來剝蛋 從 頓端啊 稍微翹一下 然後 壓一下 然後 放在水裡面剝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切蛋 可以用切蛋器來切蛋 OK 把米奶絲放進去 因為米奶絲有台式日式 這樣 那我今天 介紹的吃飯堆就是最簡單 一般日式 他們做蛋沙拉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這樣 蛋沙拉好了 我們就來做蛋沙拉三明治 其實很簡單就是把它夾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來 切三明治了 把邊切掉 好 輕輕的 這樣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 那個 豬排三明治 吐司 高麗菜的部分 然後豬排炸過豬排呢 沾一下這個豬排醬 放上來 接下來 另外一片放上來 把邊修掉 三明治就完成了 肉蛋三明治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野餐的容器裡 那今天 我們就找了一個 小小的竹籃來示範 好 那這就是今天 我們為大家帶來的日式野餐三明治 好